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从来没有穿过裙子 小时候是因为穷 后来是因为假之人 我喜欢穿牛仔裤和骑行服 牛仔裤让我感觉我和大家一样 骑行服让我感觉这个世界的不一样 他的消灭 欢迎自由的公司进去 是不是 想去海鸳朋友可以点点我的关注 我叫李媛媛 我是江苏残疾人自行车队一名运动员 之前在队的时候 代表国家出战捷克的市井赛 当时拿得了两个金牌一同的好成绩 退役之后回到家乡 然后现在在做直播行业带货 你也是连勤港的 现在在外地吗 好 你要不等再帮我小谷点 一定要等支收差不多的时候 小只龙下远的朋友拍一号链接 19年我开始真正的从事电商行业 现在和朋友两个人在互相把这个视频拍起来 我一晚上从7点钟开始直播 直播到凌晨的4点钟 在线人数的话可能只有三四十人 我一晚上可能能接个100单 最差的时候一天可能接个几单 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没有流量 拍了半年都没有发几个包 最多的时候我只有五个号一起拍视频 我这一年下来我算了一下不止三千秒视频 我是小终音 最不火的世界冠军 从2020年 我想我是不是可以以我自身的情况去拍这个短视频 去讲自己的经历 分享自己的故事 我记得当时第一个视频就上了人梦 一下午顺两万赞 当时给我的鼓励特别大 也有很多朋友就是说 反驳你说你是在靠自己的弱点去拨同情 其实我想说的是 这都是一个事实 说向生活 以向生活 说立志才也立志 13岁的时候 农忙的时候 我去地里给我的妈妈送饭 在回来的路上拖拉机车辆打滑 她从我的腿上面压过去之后 腿部是缝碎性骨折 以当时的医疗水平 医生就让截肢 就没保得下来 出了车祸之后 一度是挺自卑的 刚开始是不愿意见人的 不知道怎么到学校里面去面对自己的同学 那一段时间 只要我夜里面醒 那么我妈妈一定在里面哭 自己在一度很无奈的时候 残联找到了我 说让我去参加这个第六届残经设议车运动会 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走出我们这个农村 一个月我的教练告诉我 说你得去回家换一个甲织 当时我的甲织比较老旧 已经好几年了 说这个钱你得自己来出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一个甲织要2500 我爸爸当时一个月只有500块钱的工资 2500就相当于半年的工资了 那么这个半年还是家庭是不吃不喝的情况下 然后我爸爸帮你回来吧 我来给你换甲织 当我回到家之后我才知道 他把所有的亲近朋友 能借的钱全部都给借了 然后借到2500帮我换的甲织 2500可能对于现在来说是很小的一个数目 但对于当时对我们家是一个 可能需要换好几年才能换得上 换到甲织之后我就跟自己讲 我不为别的为我的父母 我要好好练 刚开始练自行车 你甚至屁股都坐不住 根本就是骑了 我记得当时我一上车 一上就是三个小时 从车上面下来之后 走路都不会走 当时我记得在捷克第一次比500米 我是以45秒3的成绩 创得该项目的世界纪录 当时我比完这个赛的时候 我的领队跟我讲过这样一句话 说李渊源 说咸鱼翻身是什么感觉 这个金牌就是当年在捷克 读得了500米的世界纪录金牌 这块是当时在荷兰破500米纪录的金牌 我总共军军院生涯是11年 总奖牌量是46块 我是11年退录的 当时我回到家乡学过化妆 想过做生意 也想到自己去给别人打工 因为自己和社会的脱轨 还有对这个经商的经验的不足 一年下来要赔了十万块钱 那是我所有的积蓄 18年的时候 很偶然一次机会 我第一次把这个信息 转发到我的朋友出来的时候 我外遇了很多朋友 他们说这个海盐怎么这么便宜 他们就会想去购买 回头做非常大 我就想 这个市场这么大 我是不是可以去做 我这个人就比较熟 自己想做的事情 一定要去尝试 我只要认为这个是对的 我先去做 成不成功 你先努力 你先看 在做的过程中 我会遇到很多 和我一样的残疾的朋友 我也希望 如果说我能做大 我能做强 我可以帮助他 哪怕是带着他一起 去做直播 做带货 都可以 我也希望 能鼓励这帮的朋友 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不可怕